柯文哲被收押第七天之后呢 就在今天下午 检察官首度提讯他 你看这画面 穿着黄色上衣 双手上靠首度曝光 昨天审庆金 今天上午彭震生 下午患者的柯文哲 检察官追查到什么新证据呢 当全世界都搞不清楚 1500小沈那几个字背后 代表的是更进一步的金流吗 如果查到的话 那就不是图例而已哦 是更严重的贪污收贿 直接七年以上 当然啊 居然各位讲 柯文哲他就讲一句话 我们讲就一刀闭嘛 我讲怎么做都行 赶快越快越好 他跟谁讲 他直接跟产业局长讲 产发局长去讲这件事情嘛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为什么 如今你去思考说 图例罪这个叫做 证据巩固的一个主要的关键 但我要讲的是什么 今天各位 如果图例罪证据巩固的话 为什么要再把柯文哲做提讯 这没道理啊 居然哥 不然我就已经问完啦 代表你查到更多东西要问 代表我不是要问 图例罪嘛 图例罪从检察官 到我们讲的法官 全部大家都已经 罪证确凿 都已经证据巩固了 都起诉应该是 板上钉钉了 所以我只是用图例罪 把你压进去 我真正要查的是 后面的收贿的部分 所以当他今天调查这个时候 我跟他保证 收贿 也就是贪污制罪条例 第四条违背直误 收贿罪 有进展了 一定是有进展了嘛 各位你仔细想想 最关键就是那个USB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东西 叫做图例罪的强化 对不对 包括我们这一段嘛 彭震震讲说 收到了主席 有一一征询 各委员意见 就是说 他去回复柯文哲 叫他越快越好 这件事情嘛 对不对 柯文哲跟他讲说 好好好 那共事学 我们就这样 直接把他搞定了 解释掉了 对不对 但各位 这些东西 请问一下是新闻吗 不是啊 因为先前 包括二省的吕正彦 我们讲第二次 做我们裁定积压的 这个吕正彦 他是不是都讲了 柯文哲介入的 早辅斑斑 很急非常深 而且可以很确信的 他就是有图例之嫌嘛 那今天掉来问什么 你就图例嘛 不是 掉来问就是那个USB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键 俊阳哥我问你 USB我们现在是不是认证的 绝对不是下午三点 是一千五百万 对不对 因为检调所露出来的 相关讯息说 他不只是记载日期 不只是记载金额 他还有记载一个 交办工作 换言之 这个叫做对价关系 拿钱办事吧 那我就问一个 很简单的问题好了 你会用Excel档 只存一个人吗 这才最大的重点嘛 所以那个Excel档 你往上看 往下看 轮廓就清楚了 对嘛 而且他一定 Excel档可以总加嘛 那总加那个金额 如果出来会吓死人 因为现在陆陆续续 传出来说 不只是我们讲的 有省信金给他 包括还有谁 什么中部的 电玩大亨 南部的博弈大亨 那你想想看 总共加盖起来 如果有20笔呢 30笔呢 如果不只只有一个 Excel档 这才最大的关键嘛 所以为什么今天 要再把柯文哲 调回来 因为很显而易见的 检察官查到了 相关的金额跟重点 而且俊阳哥 你不要忘了 检察官最近来了一个 新的得力助手 你知道他叫谁吗 我知道是一个 查办金额的一个 高手检察官 他叫做陈文景 他不是查办一般金额 他查办的金额 叫做加密货币 他专查虚拟货币了 Excel档 交易所就是被他破的 对啊 王牌交易所 虚假的虚拟货币 那我就问了 柯文哲这个案子 跟虚拟货币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这时候 要查一个金额 一定要叫这个检察官来 等等 今天检察官的专长 是在查虚拟货币 而虚拟货币常常被用来 洗钱的管道 对 所以各位 我跟你讲 这是最重要的重点 我最后补充一点 你就理解了 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这个USB出来 里面的最正确的 包括柯文哲的试证 柯文哲详细的 我们讲账目清单 全部在里面 那俊强哥 如果你是正常人 你今天发现检掉上门 你把门锁住一个小时 我不管你要大号 不管你要洗澡 请问一下 你这个USB可以怎么干 除了把里面删掉 通常正常人会怎么做 把它毁损嘛 我这把让你毁损到 无法回复啊 但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柯文哲 不毁损他的USB 除非只有这个可能 这个USB不只是账目 更是直通柯文哲 这个秘密金库一个 非常重要的禁要以及关键 好 导播 你再给我看一段 今天下午提讯 柯文哲的这段画面 他余贯的跟着 其他的这个被告 这一段画面 一曝光很多人看了之后 完全不一样的心情 跟他当时穿了自己的衣服 上球车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来 雨萱你告诉我 这段画面之前 发生了什么事 他昨天提讯了沈静晶 今天早上 提讯了彭震生 下午就问柯文哲了 这是什么意义呢 当然 我们讲就这样 第一个提讯沈静晶 叫做什么 叫做查金流 换言之我们刚才讲到的 也就是这个USB 在确认他绝对 2022年4月1号 消神1500沈静晶 绝对不是什么 绝对不是下午 那天柯文哲人在哪里 在大同区建立长 而且不只建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跑了两三个地方 所以我们讲 蓝四冲都给坐镇 坐镇什么 柯文哲那时候 绝对没有建沈静晶 1500不是下午三点 那1500是代表 1500万吗 对啊 他在大检掉 就是问沈静晶这个问题 他说我们这边查到 硬小卫那边少了1500万 我们这边查到 柯文哲账户 疑似有1500万 而且我们也查到 他的登记里面 有所谓的1500万 所以就问沈静晶 你要不要从10招来 请问一下这1500万 到底是不是 你给的哪里来 怎么交付 什么办法 而这个东西 巩固确认之后 再来去问彭震生 问彭震生是什么 当然是我们讲的 整个相关计划 整个进一步的案情 也就是说 如果说沈静晶 这边有进一步交代 再交叉比对 彭震生也没有拿这个钱 他到底是土地罪 还是贪污自来的收费罪 这两个人 正能完全巩固之后 等于是剪掉 有备而来的时候 再去对着柯文哲 去做最后一个突破 我当然是这边 我反正叮叮之后 因为你想想看 为什么现在柯文哲 连抗告都不抗告 居然哥你不觉得 这个很奇怪吗 因为第一个我们讲 你就算抗告失败 但你还是做个表态 有人说是为了 我们讲政治义务 但不是 柯文哲在他不抗告的 这个生命书里面 态度相当配合 因为理由很简单 今天如果说这个Excel党 里面有30个名单 甚至我刚才讲的 那些人等 但你今天抗告 等于是要逼减掉 把这个丢出来 丢出来 那我请问一下柯文哲叫什么 人格毁灭 我就在那边爆个料 柯文哲曾经在去傅昆旗 我们讲他母亲的公寄的时候 回程的飞机上 他说我跟你讲 其实我不怕 剪掉插我金流 我跟你讲 没有这种东西 插不到 但是我很担心 他把我这个里面USB 或者电池记录 公布给媒体 到时候我就麻烦了 为什么会麻烦 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今天就算沈静晶 还没有招认说 他怎么样贿落柯文哲 但如果这个清单里面 有30个名单 然后总金额高达9亿8亿 那我请问一下柯文哲叫什么 他叫做社会性死亡 因为代表即便 现在还没有证明 你在金华城这案的角色 即便这些捐款给你的人 都还没有曝光 你也没有他的案情 也有可能没有所谓的图例 也有可能没有什么收尾 但基本上光你柯文哲的人设 就会完全被摧毁殆尽 所以俊强哥我就问 你敢抗告吗 你如果抗告 这件事情出来的话 你能下得了台吗 关键在沈庆津 你来告诉我们 1500小沈 那1500如果不是下午三点 指的是1500万 而那个小沈是来自于 提供1500万 是沈庆津的话 怎么这么巧 检察官要去查那件事 还没查水落石出 今天居然传出了沈庆津 论功行赏的功德不瓦 俊强哥我们把这个分清楚 首先第一个你想想看 他两次公关费 各位我在讲的是公关费 一亿八千万加两亿五千万 所以他今天罗列出来 包括北市府的官员 包括殷晓威 现在最新的名单出炉了 证明不止只有殷晓威拿到钱 大家都有拿到钱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出来了 一个流姓的紫密 他有拿到钱 他是什么 记得非常细里面 就换言之 从上上下下 你想想看 沈静津他所给的每一个人 我跟你讲 沈静津他都会做记录 他不是傻了 你今天 我跟你讲 你拿钱要办事情 所以我就跟你担命 做记号 你谁拿过我钱 谁拿过我钱 他去参加沈静津记者会 然后拿出席费 可能只有五百一千块而已 还要签名 五百一千块 他都跟你要签名 就知道这个人 记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就问 当这个我们讲 功德部已经出来了 那在当中 最上头的柯文哲 会不会是我们功德部里面 最大的功德组 这个机会恐怕非常大 最后雨萱来告诉我们 今天大家热议一件事情 其实永远每天都有 最核心最机密的证据 被丢出来 你说真真假假 可是看起来假不了 是因为他都长得下去 如果这真的来自于 检联的办案人员的话 北检要办了 问题是他想说 你左手办右手 你办得下去吗 不过坦白讲 你要理解清楚 北检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在讲说 北检怎么会分案查自己 是不是把消息来源给害惨了 我跟各位讲 今天北检要把这么重大的 政治性的案件释出 你觉得他会上纲到什么层级 主任检察官能不能做决定 一般的检察官能不能做决定 我觉得不可能 检察长吗 检察长他敢自己做决定 部长吗 所以我跟你讲 搞不好 这是我们讲的天庭下来的声音 你都搞不清状况 所以当他今天讲说 我要分案查泄密 各位请问一下 如果这个东西是只需乌有 媒体乱报的话 需不需要查 不需要啊 就发一个声明稿啊 媒体黑白报啊 媒体乱讲啊 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啊 胡说八道啊 什么叫做我要分案查泄密 代表你讲的真的是密 代表真的有密被泄 也代表柯文者的USB的一千五百万 属实为真 这才是检调要回应你讲的话嘛 你都看不懂 他跟你讲说 好好好 那我们现在自己来办自己 不对哦 因为媒体一直在逼啊 民众长一直在逼啊 所以你北检都不讲啊 为什么不证实啊 都实话讲出来啊 到底真的讲啊 北检认证 这就是真的 我才说那中间啊 我现在要去查 这样可以吗 这样滑起了吗 所以各位你了解了嘛 所以当然 三立这个记者 因为这个是有两条线 一个是静周刊 信中刊其实第一天呢 最早时间他也写了一千五百万 所以那另外一条线呢 则是三立这个东西 那对于这个一千五百万 其实双边都认证 那我们现在从所谓的 判决书里面 他们现在最新消息也说 法官基本上也认知到了 这个USB 高院的法官 他也认可说这个USB 是所谓金钱的问题 所以到底这个所谓的 三立说溜嘴 或者检方自己的放消息 我觉得有更高层的力量 正在后面运作 好 今天是柯文哲 他被拍到了 穿着黄色的这个上衣 鱼罐的走进来 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 选在今天来提讯他 是查到了什么新证据吗 观众朋友 因为现在目前的 侦办进度 大家就在纠结 侦查不公开 跟到底有设犯什么事吗 USB的进度一堆啊 今天周刊又写了七篇啊 告诉你说 他又被掌握什么 不知道 那看起来 好像也不是乱写 只是检察官 现在不可以跟这个媒体 讲这个事情 是因为侦查不公开 可是侦查不公开 事情不代表没有发生 如果真的有下纸条 如果真的有这个 line的内容 去跟彭震生说要串政 我们都推给那个督审会 那 那这个图利的罪嫌 是看起来非常危险 这个金流的部分 目前没有 因为我跟 我这人就写嘛 我写说我想 我想要当皇帝 我想要上太空 写在那边 最后没有发现 没有金流 没有现金 第四条就是没事的啦 但现在就纠结在第六条 所以我也常在 我们报信用跟大家讲 第六条的图利 看起来非常危险 因为他有很明确的周围部署 也都被换掉了嘛 林周明 林青荣 然后这些人都告诉你 不行不行 就你又 你又变成是应小微知 便当会是请都 开启了五百六到八百次 那简单讲 如果能找到金流的话 那很麻烦 那就是第四条 十年以上 违背职务 这个收费罪 但如果没有的话 也不是就没事啊 图利是五年以上啊 当时这个李树德 我们报信用讲了好几次了 他求刑十年 金流哥 他是被一审被判九年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只是第一案啊 金华城啊 目前北市科跟政治献金案都在办啊 李文中不是 李文中就是政治献金案 跟这个无关哦 李文中是转被告两百万 交保对不对 开始也在办了 所以我上次跟大家讲 有人听不太懂 这个是金华城 金华城如果说两个月内起诉的话 有机会回家 那看看他要求他回家 要不要给他交保 说不定还不让他交保 好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 江哥你记不记得阿扁 2008年8月15 他五月的时候开始出这个事 他卸任嘛 那八月他离开 自己离开那个民进党 十一月被上告 你知道阿扁也被关多久吗 他关多久啊 阿扁也被关两年 他在侦查过很多 一直被关 一直被关 关两年以后 然后直接给他判刑 然后他就继续关啊 可是这个不是两个月 再延一次 最多关四个月吗 观众朋友 因为他是重罪 所以我就算关你一年 之后你被判五年 那你还有四年要做啊 所以观众朋友 现在说最好的状况 可不得两个月又能回家 但最坏的状况就是 或许暂时回不了家 因为后面还有四个案子 非常的麻烦 建平你怎么看 现在看到这个检方很好笑 他现在要这个分案 分案要办这个事情 是不是泄密 当然啦 一开始人家会觉得说 如果不是泄密的话 那就是新闻媒体 就是最早披露的平面周刊 跟这个电子媒体 在制造假新闻 假消息 那可是看来今天 最新的发展 又有更多的这个内幕出来 包括说 那个150不是时间点 就是账策 所以才会传出来 从前台北市长 还有多少的这个 金华城集团里面的人 还有多少人都收到了 两百三百四百 四百五十万 等等不等的金钱 跟这样一个详细的账策 所以检方也破解了 那个USB 可是证实就是账策 这不就呼应了 之前那个电视台的记者说 他在这个节目进行专访的时候 他有提到 连线的时候 他有讲说 我经营这条 减调的线已经七年了 当时人家就拿给我 那个里面的格式 都有账策的 这个格式清清楚楚 所以从这一句话 也难怪黄阳明 媒体人会讲说 这一句话就露线了 露线就在于说 那就是里面减调的人 第一 记者经营这条内线七年 然后就是里面的人 拿给他看 然后那个账策 他记得一清二楚就是账策 他还拿去诬问外面的人 比对一下 才确定 这个是一个大独家 那这不就是里面的人 告诉他的吗 靖平 居然在我们录影的同一时间 传出来 连政署 刚刚我们看到 我们在讨论的是 今天七天之后 首度提讯科文 那个画面的同时 连政署 约谈了陈佩奇 所以我就问 简连同时出动 到底今天 是不是有查到了 关于金流什么样 一枪毙命的 证据吗 我相信 当柯文哲 跟他的律师 沙盘推演 取消了抗告 被法界人士认定说 这个是以退为禁 然后软中待应的动作之后 今天换检联出招 检出招是从昨天到今天 一方面 他说要查这个泄密 第二方面 他把这个事情 已经导向说 比较 因为想要把风向带成说 这个1500 不是我们这两三天 大家在质疑 民众党跟柯P的资者 是不是时间的关系 现在把他风向带成 应该就是金流 而且我们有查到金流了吗 没有查到钱 目前为止 应该是没看到钱 没有像郑文猜 那个案子的时候 马上在郑文猜 他的家里的墙壁 或者是那个 这个天花板 或者是隔墙里面 拿收出来六七百万 那个包着保鲜膜的 这个纸钞 还一袋一袋绑着 但我问你 你居然现在 你去延览 办过S交易所 这个所谓的 虚拟货币犯罪的 办案高手 这个王牌检察官 进到专案里面来 不就是要来抓这个bug吗 如果他是透过了 虚拟货币把钱弄出去 你当然查不到啊 所以你现在 要上穷 避落下黄钱 我猜检方的动作 就是要动用 这么多的检察官 包括王牌检察官 去查出来 这些钱是不是 透过虚拟货币 洗出去了 为什么要找陈佩奇 检扒动动作之后 联政署就跟着配合 因为这个案子是 叫检调 以前都是检调检调查局 体系是被排除了 因为讽刺的是 他们以前怀疑 调查局很容易泄密 结果没想到现在检察官 才是第一个泄密的第一件 那联这边呢 他们想要有一些绩效 所以检指挥联 联配合去把陈佩奇带去 把之前陈佩奇 已经被传过问他的 你用ATM 是不是只有170万 还是传闻的 甚至有700万等等 你到底会了几次 你到底用ATM 存款的多少次 他想要厘清 陈佩奇的动作 还有只有这100多万吗 而且我怀疑 检联他可能掌握到 比如说他今天 会把账策弄出来了 他就会说 其他的钱是不是 这个陈佩奇 用其他的方式 其他的管道 汇出去了 所以关键在那个USB 我可以一个栏位 一个栏位 一个栏位去比对 所以现在拉了陈佩奇去 我觉得陈佩奇 有可能落入压人 被取贡的这样一个困境 是 旺泽你怎么看 如果有找陈佩奇 我要显然像可能 检方的证据 不只有USB这个东西 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 相关的市政 那可能要等陈佩奇 来一一说明 好那回到这个 这个150的点 因为这几天 大家讨论这个1500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现在看起来 的确排除了 是时间的可能性 因为媒体很清楚 告诉你 当天2022年的11月1号 媒体就在 拍到柯文哲去会见里长 他从下午2点 一路会见到5点 所以你在这段时间 不可能去见省庆金 那不可能见省庆金的时候 这个1500就等于是排除掉 这个时间点了 那可能就变成金流的选项 就变成非常重大了 所以这1500 现在看起来 极有可能就是金流 那如果有金流的话 那事情就大调 所以这几天大家猜 为什么包括了这个电子媒体 跟频密媒体 可以掌握到1500 这个讯息 像检调查 可是我必须要说 检调药查也查不出个所以然 做做样子而已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情现在闹太大了 他必须要做个动作 来拟贫这个 这个大家的这个怨气 你知道吗 所以他还说自己要分岸调查 这个是在削平这个怨气 那为什么这东西会闹这么大 就是回到3D记者身上 今天这个3D记者 如果没有在他们的政论节目 出来受访 讲了这么多话的话 今天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你看 他说他百分之两百的信赖程度 说他跑这条线跑了七年 今天一个真正的大记者 跑一个最好的独家 跑大独家他不会卖弄资历 他会拿出相关的市政 来给社会大众说明 我今天如果跑一个大独家 我还要卖弄我的资历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你的证据力不足 那证据力不足的情况之下 那现在看起来 检方好像又认定这个1500 似乎是掌握到经流情况之后 他必须要做些动作来 来做些让民怨觉得说 好像就有这样的情形产生 所以看得出来 今天要不是3D记者 搞得这么大做 其实检方也不需要 搞的这些五四三的东西 他就直接跟柯文哲 柯文哲取消抗事后 直接马上来分案调查 那再提训柯文哲 这样就一条龙解决了 柯文哲取消抗事后 一个帯文哲取消抗事后 完全无和啦 22000 it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